双氧水吸耳朵冒泡多久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李飞 西安市中医医院耳鼻喉咳主治医师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耳朵 双氧水进去之后呢 大部分是不太会冒泡的 如果就是耳道里的环境比较差 就是说是里头会有一些浓性的分泌物的话 双氧水遇到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发泡的现象 那当然呢 如果说是炎症越轻 我们发泡的时间就会越短 炎症越重 我们发泡的时间就会越长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当然双氧水泡泡并不是是以时间而定的 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里的就诊 让医生来建议我们到底能不能用双氧水 而不是普通人都可以用的 如果是在医生的建议下 我们要用双氧水洗耳朵的话 一般来说都是化浓性中而言 就是说骨膜已经穿孔了 我们需要用双氧水先浸泡一会儿 把它倒出来 倒出来之后再用药 这样的话是在耳朵相对清洁的情况下 用药达到一个最大的吸收效应 但是我们普通人 还是不建议用双氧水来洗耳朵的 过度的洗耳或者是过度的清洁耳朵 可能会导致耳部的湿疹 发痒 结痂 肾液 甚至疼痛 这种外耳道炎 这种表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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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